照片中患者单眼肿到睁不开 上嘴唇也肿如香肠 容易被误以为是过敏 获得了蕁麻疹 但小心可能是俗称 核臀病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HAE 医师表示HAE患者 全身会无预警反复肿胀 2到5天又消退 常见肿胀部位 包括眼睛、嘴巴、喉头、肚子 手部、脊脚 若发生在喉头 恐造成呼吸道阻塞 威胁生命 我们最怕第一次挖座在这里 猴头挖座就死了 它的肿不像过敏一样 很快肿很快消 通常我们过敏包括心麻疹 48小时一定都会消 很少超过48小时 可是这个病通常会超过两天 5天到一个礼拜 所以一定是慢慢肿慢慢消 第一个你一定要想 一个过敏的人跟你说 他已经三四天了 那这个应该不是过敏 第二个他是不对称的 像我们过敏经常说 我脸就整个肿起来 可是你看那个外国人 他一个眼睛 一边眼睛肿 一边眼睛不肿 上嘴唇肿 下嘴唇不肿 或者相反 他可以四肢 左手肿 右手不肿 左脚肿 右脚不肿 他也可以 所有地方 肚子肠子肿起来 他肚子痛 非常痛以外 生殖器官也会肿 各个地方都会肿 尤其是有猴头 会觉得 发作的时候猴头 呼吸困难 或者肚子痛得很厉害 不要想胃肠 胃肠的发炎而已 或者想急性的胆朗炎 或者盲肠炎 把它切掉 没有用 过去HAE口服药 仰赖雄性素 但会造成女性患者 男性化 肝脏功能 异常等副作用 所幸现在有 长效预防性征剂 治疗新选择 并于2024年3月起 纳入健保给付 现在政府给他们 所有的喊病 第一线用药 以前我们没有 第一线用药 我刚诊断这个病 没有第一线用药 所以我们就是 包括女生用的 就会变男性化 那这个雄性技术 不只男性化 女生的性征不见以外 最主要长期用灰癌症 那有妇女的癌症的 他会加速 癌症的进行 小孩子跟 大人怀孕的妇女 普鲁的妇女 没办法用 因为这个雄性技术 会传给小孩 所以现在很幸运 但是现在政府 还是希望说 先从比较严重的 先开始用 但是我们是很希望 我们现在这些 女性的患者 慢慢政府放官 让他们也不要用 女生用雄性技术来治疗 我们当然不需要 假如是我的家人 我也不希望 可是政府的这个 他尽力去做了 但是裁言还是有点限制 每年的5月16日 为HAE遗传性 血管性水肿疾病日 立委郭玉琴也呼吁社会大众 给予喊病患者更多关注 让他们的声音 也有机会被听到 也很高兴听到了 我们的这个3月份 我们的卫福部也特别 针对这个部分呢 他有一个预防性的一个 征迹 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 那我想呢 透过这样子 我们不管是公部门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私部门也好 透过更多的人 来认识这样子的一个 罕见疾病 我相信将来对于在罕见疾病 不管是在预防 或是是在我们的治疗 在用药上 可以带给更多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有更多的一个帮助 HAE关怀协会 与罕见疾病基金会 也提醒民众 如发生无预警 身体单侧不对称水肿 反复肿胀2到5天又消退 就要小心不是过敏 可能是罕见的HAE 建议民众可致免疫风湿科 进一步诊断治疗 减少误诊 尽早发现 并及早治疗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